原来你是怎么知道教室的呢 教室 以前在大堆里讲解的我去听了 那你去年做了吗 没做啊 那你今年怎么突然能下街训呢 做这么多 我想整个人去看他们的空 整个人一切走的 觉得效果挺好 整个人一切走的 一切走的 他们的土天松 还不大有虫子 辣椒也长得挺好 所以你今年就下决心多做点 对对对是应该这样 这个效果就挺好 就是 你看他们说 他们反正进他们的碰里头去 就有一个刷味 那个味道还挺好 对这样农养化肥都可以减少 他们说还不大生虫子 你我怎么要说 土还很炫和 还不大生毛病 他们的碰里头完全是辣椒 这样的港口 哦 所以你今天你也准备大量做 对对对对 是的 好好好 我才前日去看了 我回来就赶费 所以这次你就买了三十个桶 你准备一共买多少桶 我准备造五十桶 准备造五十桶 哦 你有三个棚上 嗯三个 你一个棚有多大面积啊 我有八十米的一块 九十米的一块 一辈子十米的一块 哦 面积也不小 对对对对 不是造少了我就害怕 我就害怕虫瓦流没有了 截不住头了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好的 有两个棚 我放下 换不上去吧 现在还在找我呢 菜少了也不行吗 菜少了就那个营养烧吧 那下去了 大家就又飘起来 那没关系 隔两天你要解开翻一下 因为上面它是飘着的 你得把它翻下去 你压一块这样就行 一个月之后 它不再往前冒的时候 你因为它上面空间还比较大嘛 嗯 你可以把一桶 你淫到其他桶把它添满 上面留一点就行了 这不它是满的吗 空间就利用了嘛 然后腾出了个桶可以再做啊 你后面就是 隔个一两个月去 打开看看 搅一搅 就后面就不用看得那么勤呢 什么是想起来看一下 啊 一个月以后一瞧它就被人看了 就是你隔半个月到一个月 还是最好看一下 再搅一搅 也得看看 因为害怕 万一有的这个 夹子坏了 或者怎么样 坏了你都不知道 上头白毛毛很多 对 你隔的你 你一看那个白毛很多 你就知道密封的不好 哦 赶快加强 还有就是万一臭了 比如说你 到了第二个月你才去看 发现已经臭了 臭了不要紧 你再加两三斤糖进去 密封好 再发一段时间就好了 哦 娘啊 哎 所以这个酵素很好做 哦 行啊 哈哈